台湾更好立轮行脚 前进宜兰为渔民发声 海山西路拓宽完工 苏澳门户更顺畅 转为长照据点三合一 乡长视察进度 观光护照来搓张 投成店家推优惠 宜兰市防疫起跑 狂犬病预防注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首先来关心到政治 要争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他台湾更好立轮行脚的行程 今天来到了宜兰 前往南方澳体验鱼市场拍卖 也向妈祖上香祈福 为渔民的权益发声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争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马不停蹄地展开台湾更好立轮行脚之旅 今天前进到宜兰 第一站来到南方澳第三 鱼市场体验鱼货的排卖过程 获得渔民及妇女热烈欢迎 不断地要求拍照留念 朱立伦除了听取渔民的心声之外 也为渔权发声 抨击总统蔡英文护渔工作不利 让渔民在争议海域作业的时候 受到日本以及菲律宾等国的侵犯 我想对所有渔民最关心的 就是他的渔权 以及他捕渔的所有的工作 那政府应该有这个责任 来保护我们所有的渔民 对于过去我们跟日本的台日的渔业协定 那这几年民进党就任之后 没有看到积极地来保护我们 我们的渔民造成我们渔民整个渔权的丧失 那我觉得这次民党政府应该要彻底的检讨 蔡总统不要每天只在国内当吵架王 不要碰到中国大陆呛虾比谁都快 面对我们的渔民碰到日本碰到菲律宾就躲起来 我们应该真正的硬起来 帮我们的渔民争取最大的权利 随后朱立伦也分别前往南方澳 靖安宫以及南天宫 向妈祖上向祈福 祈求国泰民安封调与顺之外 也祈求台湾的经济繁荣 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在上海 祈求台湾的经济基地利用方式 申上海 祈求台湾的经济民安和经济民安 但是咱们的广告 我们的非常成功就是我们的保护我们所有寶寶 向后的向后的向后 能够帮大家的好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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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要進發貿對台灣攻擊 來!朱莉倫站站站! 朱莉倫也前往圓山拜訪股東俱樂部 創辦人賴輕鬆 下田來體驗擦秧 關心農業發展及農民生活 而在傍晚也前往了三星 关心三星的冲农及观光发展 宜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 再来关心到交通 苏澳海山西路是衔接了国道5号苏澳交流道 原本只有15米宽 而每到假日就会塞车造成了交通瓶颈 经过地方争取 营建署斥资超过1亿元 要拓宽成25米的道路 而工程也在106年11月份动工 而今天也举办了完工典礼 提升交通效能 苏澳镇新马地区第17号道路 海山西路的拓宽工程兼完工通车 营建署长官 县长林子妙 以及苏澳的地方人士都到场见证 疫情监裁 谢谢 疫情监裁 疫情监裁 而且高通的顺畅 这就是我们可以经济发展的源头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营建署 这个工程总共有1300公尺 有两个快车道 还有我们的混合车道 还有自行车道 人行道 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顺畅 也感谢我们这些所有的社会国家 也感谢我们这些民意代表 大家共同来打招 可以让我们这条路 今天终于完成了 我们共同的见证了 我们的这个海山西路 在这里 我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工程 在社工过程中 我们海山西路两边的观光工厂 还有包括我们这些所有的管民 定人 还有民意代表 都很关心我们这个工程 尤其是我们陈欧博省委员 还有政务委员吴泽成 吴政委 都对我们这个工程很关心 除了我们管政府公所 给我们大力协助以外 我们中央还有高速公务局 还有公务总局第四区 洋务工程处 也是对我们压度很大 所有海山西路 衔接国道5号所有交流道 每逢假日车辆严重回堵 造成交通瓶颈 所以从原本15米宽 拓宽为25米宽 不仅有双向汽车道混合车道 路旁还有自行车道 以及人行的共用道 地方认为拓宽后 可以有效解决交通瓶颈 带动苏澳地区的产业跟观光发展 这条海山西路透过后 未来可以来疏解进到苏澳的车厂 让人进到我们苏澳镇 第一条就是一条非常垂直 非常宽敞的大道 我想这也是一个意象 我们苏澳镇要用最好的道路 最好的道路品质 最好的景观 最好的环境 来欢迎所有人来到首次适合这些旅客观光客 感谢我们任何政府 以及我们任何委員 担务票 共同 向我们来这部应建设 来报价位来建设这个建设 我们继续照这条海山西路 和这条特关这条大的运动楼 这不但是我们要索一个媒面 以及我们也会认为我们每天 每天都会加进 这些都会担心的问题 苏澳海山西路的拓宽工程 总长是1300公尺 起点是马赛路到中校路 总经费是10800多万元 现在完工通车 对国道5号衔接苏花改 将会提供更顺畅安全的交通环境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另外原本在壮为乡立幼儿园 所规划的儿童福利馆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所以是变更设计 也透过中央前瞻计划 还有县府的经费补助下 将作为老人日照 妇女就业及幼儿三合一的社福馆 而乡长沈青山也特别前往 视察工程进度 预估在8月份就完工启用 建筑师向乡长跟县府单位 报告目前三合一社福馆的工程进度 以及未来设计完成的内容 初步将原先的篮球场 由两座减为一座 另外再震设停车场 而原本儿福馆前的大型树木 将以往临近空地 来扩大广场腹地 未来作为长辈上下车的空间 而乡长听完解说后 希望施工单位注重安全品质 还有营造美化环境 原来厚府馆设置三合一的日照 还有妇女就业训练 还有我们幼儿园区块 都是妇女老人 以及幼儿三合一的中心 今天就是工程 四天的过程里面 毁动我们厂照中心和我们这间博书 厂商来看工程幕前的时间状况 主要是放映 今天确定的施座位置的放映 希望中队可以做更优质 医药的营养能够更适合老人幼儿以及妇女 来做一个修用 目前这个场地也是保留它原来的功能 就是原来的铺面 两个篮球场现在变成一个篮球场 原来广场 维持一个平整的广场 方便以后幼儿园地办理活动的时候 这座结合老人长照 妇女就业训练 还有幼儿福利的社福馆 总金费约2000万元 预计8月底渴望完工启用 有助于提升壮维的社会福利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玲采访报道 而壮维乡的东港码头 因为是阶梯的设计导致渔货还是积去卸载 必须要仰赖人工搬运 还要用吊车来吊挂相当的不方便 经过地方反应后 公所和河川局及县府会刊 决定要施设引道 方便渔民作业 因为码头跟道路中间有了阶梯阻隔 所以只要下载渔货 或是引擎渔网要整修 渔民除了依靠人力搬运 就是要用吊车来作业 非常不便 尤其对上了年纪的渔民来说 有时候还会闪到腰 所以地方反应给东港村长 希望规划引道 方便车辆行驶到码头旁 困难 这样没没 你没担心 没担心 再走到那里 没死 这游过去 对啊 这又是不理督 又高 如果国中要 两个人 三个人 来扣 来扣那些修理很不便 不然你现在要请车车来吊 这方便就差很多了 有这个老师差很多 他可以下到那里 其实很不便 他們現在踢下去的時候做成很大的不方便 比較長的他們就要叫車輪下去 沒辦法說兩三個來去拌下去 避陷你只要車輪會去抓到 你落在樓梯上去去那邊 做成變成他們的魚骨什麼的 鮮海什麼的 你現在讓車輪拆到我的時候 人家會在那邊跑掉了 對於地方的反應 莊惟公所邀請相關單位 包括河川局 縣府漁關所 共同會堪 對於引道的設立 因為不涉及行水區 河川局沒有意見 而縣府表示目前沒有經費編列 所以鄉長決定由公所來負擔 引道工程經費 這個所在變成說 它有高低落差的問題 第一貨搬運 還有這個 蚊子遺季的盤雲 尤其鋒胎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都要搬起來 所以說碼頭這個 階梯蠻高的 希望說 我們這個 相關單位能夠做一個引道 讓車輛可以來賣頭 做一個運動作 這個部分我們來協調 宜觀所 如果說宜觀所這邊 經費有困難 公所這邊如果可以 我們會盡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條引道工程 預計10月份 渴望完成 未來方便漁民作業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接著要邀請大家一起來到投城旅遊 只要透過QR Code掃描後 就能下載電子護照 並獲得車章 就能到陣內子弟商家 享有消費優惠 像是這家甜點店 能打八折 或者去衝浪 打八折 還能免費沖水 這都是投城 公所配合觀光局 所推出2019小鎮漫遊年 所另外規劃的好康服務 而對於配合商家來說 更是宣傳行銷的好機會 既然在我們這個 報導遠近航 還有我們的這個 紅旗牛肉麵店 還有我們投城真空所 要是酒好咖啡 那就是我們台語的這個 旅客中心 都有我們的這個 這個實體印章 那就是電子抽章 只要你如果可以 在這個地方來 訂這些東西 之後 可以來 鄉市郎 我們 店來 賣金無名 會吃的 美食 美食店 所提供的這個 牛肥 所以 這是一個 可以說 有吃夠量的一個外島 因為 我們 就主要 希望 集合大家店家 可以 拿出好的產品 希望 那個 大家 促進 呃 刺激 經濟消費 這樣 所以你們呢 如果有激淡的話 來 來你們這邊有什麼好看 來我們拍拍手 天井工作室 可以 打九折 我們是 旗庫衝浪 那也歡迎 各位來 投城能夠到 旗庫衝浪 來玩 然後也可以藉由 衝浪了解 海域的這個 安全的知識 然後增加身體的 健康也好啊 生活 也好啊 所以 你們有什麼優惠 優惠 只要從 偷城 城公所這邊過 那個叫什麼 集張過來的 我們都有 迪斯康 都打八折 歡迎大家來玩 電子護照 或是紙本護照 都能透過公所網站 或臉書專頁來下載 而且配合的店家 還會陸續招募增加中 讓遊客民眾感受 投誠的熱情跟大方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有飼養寵物的民眾要注意了 為了加強動物狂犬病的防疫工作 也鼓勵市民主動辦理寵物登記 及狂犬病的預防注射 宜蘭市公所從4月26號開始到5月6號 巡迴各廟宇或是社區 有提供寵物登記及注射的服務 確保四主全家人及寵物的健康 防疫起跑 寵物健康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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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市公所防疫起跑 從4月26號到5月6號展開 寵物登記以及狂犬病 預防注射服務 在巡迴期間 市民可享有免費的晶片植入 並且贈送動物保護宣導品一份 另外寵物為絕育的登記費為100元 已經絕育登記費為0元 而狂犬病的預防注射為120元 請家中犬貓出生滿3個月 還未施打狂犬病疫苗 或是狂犬病注射已經超過一年以上者 依公所排定的時程 攜帶身份證以及愛犬 到各據點來施打預防注射 完成之後也要懸掛注射證明牌 以免受罰 這個毛小孩也是我們的寶貝 他陪伴我們 跟我們一起度過歡樂 也跟我們一起體會城市的成長 所以在關懷的上面 我們需要說大家都能夠做到這個盡善盡美 現在施工所除了受理民眾 把自己的毛小孩帶來我們這邊 植物晶片施打疫苗之外 我們也安排了許多時間到各個地方 去進行相關的一個作業 最主要是讓我們的這個寶貝 毛小孩可以健康 他健康等於就是我們家人快樂的一個成長 這個打預防針食物晶片是非常棒的 希望大家愛他就要保護他 來打這個疫苗或是食物晶片 市長呼籲愛他就不要拋棄他 提醒市民謹記二不一樣的原則 確實做到不棄養家中寵物 不要接觸捕捉及飼養野生動物 要每年施打狂犬兵疫苗 降低感染的風險 確保市主全家人以及寵物健康 另外我們也要呼籲說 對於我們的寵物 我們多家的愛護之外 千萬不能隨意的棄養 因為我們城市也曾經發生過幾件 因為棄養的這個動物流浪犬 攻擊我們市民的一些情形發生 若家中的狗兒無法按時前往注射狂犬病疫苗 可聯絡在上班時間內 攜帶愛犬到市工所的農經客 補辦登記注射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 接著的校園消息來看到 國民歌手顏永能 受到羅東竹林國小的邀請 與學生進行一場說唱會的公益巡迴演唱會 讓竹林國小聆聽了優美歌聲外 也對本土文化更加認識 進而更愛台灣這塊土地 國民歌手顏永能與他的打狗亂歌團 來到羅東竹林國小近距離的與學生互動 帶來他們以在地故事當作創作題材的本土創作歌曲 以及母語歌謠 悠揚歌聲 搭配台下農夫角色扮演與學生來接觸 傳達跟土地談戀愛 以及發揚本土文化的曲風 這幾年來我們開始走入校園走入原鄉 其他四個招求也把我們台灣這個國家 每個角落認真生活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們會用半表演然後半互動 甚至我們可以一起唱歌的方式 度過一個美好的下午 打狗亂歌團成員包括了新世紀吉他演奏家 POP的搖滾歌手、樂手、文字豆芽工作者 麥娃貴的劇情大師 藝術學校的打擊音樂老師等等 聚集的生活底層各種不同的聲音 將傳統的台灣歌謠注入現代人的心情及編曲 以搖滾方式全新創作自己的聲音 透過這場說唱會 讓竹林國小學生對本土文化有更深的認識 進而更愛台灣這塊土地 三年前就曾經邀請過顏永仁老師過來跟我們同樂 因為他的歌曲非常的朗朗上口 又跟我們台灣的農村 然後我們的鄉土 其實非常有密切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演出機會 讓我們小朋友更能夠聆聽更多 跟台灣這個有密切結合的一些歌曲 那其實也希望他們能夠更愛我們台灣這片土地這樣 竹林國小校園友善和樂融融 在家長會的支持之下 創造許多另類的學習效益 形成親師聲熱絡互動的正能量 也豐富了國小階段生活 也為了宣傳兒童保護的觀念 慈懷基金會今年尋回宜蘭縣幼兒園 舉辦8場讓家庭更有愛的宣導活動 而今天也來到了公正國小副社幼兒園 用說故事的方式 教導小朋友如何自我保護 白雪公主生動的說故事技巧 搭配小型的道具箱 把聯合國制定的兒童權力公約 融入故事情節當中 教導小朋友如何做好自我保護 當他們遇到真實狀況的時候 要懂得警覺學會拒絕 媽媽在哪裡 我帶你去求媽媽好不好啊 不過你要給我七下 你會怎麼辦 不可以我要保護自己的身體 兒童全力公約 要健康展告 接受教育 公平對待 保護一支 好好愛我 愛 與你同在 為了宣傳兒童保護的觀念 慈懷基金會 今年巡回宜蘭縣的幼兒園 舉辦八場讓家庭更有愛的宣導活動 今天來到羅東公正國小副社幼兒園 透過說故事以及捐愛心發票 建立小朋友助人以及自我保護的觀念 我們是延續去年到各幼兒園的一個兒童保護宣導的活動 那主要呢 是用兒童全力公約的概念 來到我們的幼兒園托兒所 讓我們的小朋友呢 更了解怎麼樣自我保護 怎麼樣尊重別人 怎麼樣有一個助人的心 我想今年度我們的社區關愛活動也會呢 辦理四場講座 那會針對親子教養 還有一些婆媳問題 夫妻的婚姻關係 以及青少年的教養問題 我們希望讓更多的家長父母 以及我們的鄉親朋友呢 能夠更正確的了解家庭 怎麼樣營造一個好的家庭氣氛 怎麼樣做好親子教育 以及親子間的溝通 真的落實慈懷基金會 這二十多年來對兒童少年保護 以及家庭關懷的工作 我們學校結合這樣的活動 我真的代表公正國小 感謝大家 我們希望未來這是一個開始 未來有這樣的活動 要更急的結合 讓各位同學 從小 找到自己 發揮愛心 社會上兒童虐待的案件層出不窮 慈懷基金會認為這是凸顯出兒童利益沒有獲得應有的保障 所以透過校園宣導以及相關的演講活動 從小朋友開始推廣到家長 甚至於社會大眾一起來關懷兒童保護的議題 宜蘭新聞新聞記者劉耀珍採訪報導 配合教育部高教生根計畫及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宜蘭大學與東華大學合辦學術研討會 有提供全國大專院校教師一個教學實踐 以及校務研究的成果發表平台 希望藉此活化校季間的實務分享與交流 促進高等教育的教學創新 新聞接下來也帶大家一起來看到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預測 明天宜蘭地區是因短暫震雨的天氣形態 降雨機率為50% 氣溫預測在22到24度之間 接著看到雨夜氣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黃竹翰 也感謝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明天同一時間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明天都在跟小包承認 可以表演了 Pook 黑 你也沒有黑 有利益啊 咦? 然後嘴巴拿到屁股嗎?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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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